我们第四章的第二节要讲的是基因表现 前一节讲的是我们的DNA如何繁衍自己做DNA复制 那我们四次之后就要讲基因它是如何表现自己的 包含转入跟转意 那我们在高益的时候其实对于基因表现其实描述蛮多 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的基因是DNA DNA经由转入形成Message NRA这样的讯息 可是NRA不是马上就作用的 它要经过修饰 修饰成为成熟的NRA 在我们增核生物因为我们有细胞核 我们的NRA一旦产生之后会在细胞核内做修饰 如果你没有修饰成成熟的NRA 是不能离开细胞核的 好一旦你成熟成功了 成熟了我们就要让你移到细胞质 在细胞质去找核糖体来进行转移 转移后的多态链也要进行转移后的修饰 就是多态链的修饰才能形成成熟的蛋白质 所以按照这个描述 我们的基因表现可以复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转入 第二阶段叫RNA转入后的修饰 第三阶段叫转移 第四阶段叫做多态链的修饰 叫转移后的修饰 所以可以分为转入转入后修饰 转移转移后修饰 那我们整个生物呢 前两个在细胞核 后两个在细胞质 好那在早期1940年代 Kerry加像这个Bito跟那个Tutton 他们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一经一酵素 One gene one enzyme 这个理论是说所谓的基因 就是经由转入转移 形成酵素 而酵素催化反应 这是当时的理论 One gene one enzyme 可是后来这个理论当然被推翻了 为什么蛋白质 一定要形成酵素 可能会形成像抗体啦 结构蛋白啊 所以这个理论就改成 一精一多态 One gene one polypap 一个基因可经由转入转移 形成多态 好即使修饰成这样的 这个理论现在也不被认同 因为很多的基因 它并不能转入转移出蛋白质 它没有蛋白质产物 例如我们学过的TRNA跟RRNA 这两个都是由基因转来的RNA 转入而来的RNA 它没有蛋白质产物啊 包含今年2024年诺贝尔生意奖 发现了microRNA 它也没有蛋白质产物 它直接调控其他基因的表现 所以现在对于基因的定义 比较更广了 就是一段有功能的DNA变断 就叫基因了 好那我们的DNA 我们平常DNA两股嘛 如果你做复制 两股都是模板股 因为两股都要做复制 但如果今天是作为基因的表现来讲 我们这两股当中呢 有一股会叫做编码骨 因为我要上面的编码 这上面的编码会让我决定 后面的蛋白质 但另外一股呢 就叫模板骨了 好那编码骨跟模板骨互为互补 那既然DNA作为表现基因的基因来说 一股叫编码骨 一股叫模板骨 所以编码骨也可以叫非模板骨 模板骨也可以叫非编码骨 就是有这样的描述 那有关于编码骨模板骨是什么意思 我们等下讲基因表现实就会提到了 但是我们先复习高一学到的内容 我们高一有提到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 Central Dogma 它指的是我们透过DNA转入出mRNA RNA转入出蛋白质 然后蛋白质执行功能 好这个中心法则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 我要再加强一次 因为高一这边是重点 一遗传讯息在表现时 它的讯息传递方向是单向不可逆的 DNA把讯息传给mRNA mRNA把讯息传给蛋白质 有蛋白质执行功能 单向不可逆 第二个传递过程 讯息是精确的传递 DNA的序列决定了mRNA的序列 mRNA的序列决定蛋白质上氨基酸的序列 不能出错 一旦出错这个蛋白质就无效 就浪费了就突变了 好所以其实我们的中心法则是指 基DNA经由转入形成mRNA mRNA经由转入形成多态形成蛋白 两个重点 一讯息传递单向不可逆 二必须是要精准的传递 由序列决定序列决定序列 好那我们也之前学过一个名词 叫做基因组 我们在人类基因组解读计划 有提到它 基因组又叫基因体 Geno 它指的是一个生物体的单套染色 里所有的减基对 所有的减基对的基因的序列总和 为什么是单套 因为它的强调点是这个物种 好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一号染色体有两条 二号染色体有两条 三号染色体有两条 我今天要照人类的序列 我只要拿一号染色体挑一条出来 二号染色体挑一条出来 三号染色体挑一条出来 不就好了吗 大家会说可是我有两条啊 对你有两条 全世界每个人都有两条 我全部都要抓出来定序吗 不可能 所以我们在做基因组的时候 是每一种物种的每一种染色体做定序 我要的是染色体的种类 而不是染色体的数量 所以每一种染色体挑一条就够了 所以这边写的是单套染色体的减基对集合 这是早期对于基因组的观念 但现在我们的定序更厉害了 我们现在追求的是 每一个人的每个染色体都定序 叫做个别化定序 全基因组定序 不是更好吗 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那不同的生物的基因体大小不同 像人类有31个减基对 但是老鼠大概26个 并不是个体越大 那个基因组越大 有些很微小的真菌 它的基因组比我们大 所以不是看体型大小 是看这个物种的演化 好那我们用这个图来总结一下 所谓的遗传学的中心法则 DNA为模板 做出了mRNA 这个过程叫转入 那RNA竟由转移形成多态蛋白质 好那我们也学到说 我们的RNA 由于是message RNA 讯息RNA 每三个核肝酸形成一组密码子 每三个核肝酸形成一组密码子 一个密码子会对应某种氨基酸 所以DNA的序列决定了mRNA的序列 mRNA上面的密码子序列 决定了氨基酸序列 就会精准的传递 好所以再强调一次 中心法则两个重要核心概念 一讯息传递为单向不可逆 二讯息传递是精准无误的 一旦出错就会出问题 好那我们也发现另外一个 例外吧 有一些病毒叫反转入病毒 它可透过mRNA反转入出 这个DNA来 这个过程叫反转入 那我们怎么描述 这个奇怪的现象呢 反转入病毒的反转入现象 违反了中心法则 它违反了中心法则 那反转入病毒 也只是病毒中的其中一种 所以具有反转入现象的例子不多 只有反转入病毒 我们真而生物是完全没有的 原来生物也都没有的 只有部分病毒 所以大体上中心法则是合乎的 那少数例外的例子 它违法的中心法则 就是反转入病毒 它们有反转入的酵素 好那我们在之前学到的RNA 因为要做基因表现嘛 我们会学到Message RNA简称NRNA 它叫传讯RNA 传递基因的讯息 而且每三个核甘酸 每三个含氨减息构成一个密码子 密码子叫coton 就是密码 来对应氨基酸 那TRNA叫转送RNA 叫做transfer RNA 它负责把氨基酸带来到对的位置 我会把它视为是一种带位的服务神 对不对 先生有定位吗 三位吗 好跟我到五号包厢 就带你去五号包厢 把你带去对的位置 就是transfer RNA 它是个带位的服务神 那RNA我们学过就是ribosomal RNA 叫核糖体RNA RNA跟蛋白质结合 形成大小次单位 发生的位置在核人 所以核人制造出大小次单位后 大小次单位 把它细胞质跟mRNA结合起来 形成完整的核糖体 好我们也学过 细胞内含量最多的RNA就是RNA 因为核糖体量很多 一个细胞上千个 而核糖体有60%的质量是RNA 这样一算 RNA很多 所以目前认为细胞内 比例含量最高的RNA是RNA 这三种RNA 等一下都会在进行精英表现时 会上场进行功能